自古以来,文人被冠以渣男,流氓,伪君子,父亲汉的称号,可谓是车载斗娘,不足为奇,爱情本无对错,只是爱上的人和时间是否正确。 著名作家于秋雨在散文《我在等你》中写道,或许人一生可以爱很多次,然而总有一个人,可以让我们笑得最灿烂,哭得最透彻,想得最深切,短短几句倒出了他的爱情观。 于秋雨自从1992年出版的文化苦旅,在文学界名声大造,得到了很多文学大家的称赞。 于光中就评价他,中国散文在朱自清,前中书之后,出了于秋雨,今又也认为,于秋雨可与鲁炫平起平坐。 于秋雨的散文多予笔出抒情,此导秀丽参丰民一代人,可见他是一位大众认可的文学才子。 然而卓越的成就,与父亲汉的乌宁,成了他人生中的高低范茶。 于秋雨与前妻丽红文人的爱情,大都是一浪漫开始,于秋雨与前妻丽红就是如此。 于秋雨出生于浙江省的一个小镇,青年时期因为父亲被减职关家十年,导致家破人亡。 索性怕他一直坚持刻骨学习,1966年毕业于上海系剧学院的文学系。 有着扎实的专业素养和文化基础,1971年他从下方的农场回上海后被分配到复旦大学鲁炫教材编写组。 而他的任务就是到上海戏剧学院和复旦大学歪文书库,独自编写世界系剧学。 这在当时与特殊时期的旗号是完全相反的,他也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在完成任务。 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工作,让他遇到了心中的那个姑娘李红。 李红的家庭情况要比于秋雨好很多,那时的李红,还是一个无忧无虑,活活灵丽的少女,深受同学和老师的宠爱。 他的父亲是英语老师,母亲是医生,让他从小就享受了很好的教育。 下乡返程后,他被作为介于演员界调到了上海市青年话剧团年轻一代剧组。 1974年,从小兴高气傲不服输的李红有着自己的梦想,他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,希望圆自己戏制之梦。 果然在千名学生中,年轻漂亮,火力似血的李红脱颖而出。 但由于家庭背景原因,最终与上海戏剧学院时之交臂。 而当时负责上海戏剧学院招生工作的恰好就是于秋雨。 他非常欣赏李红的才能,两人很快熟悉起来。 28岁的于秋雨与24岁的李红,一个已经是名声在外的作家。 一个是年轻,漂亮,活跃的美女。 李红被于秋雨的才华真身吸引,对于身边诸多的追求者都不幸一顾,投入了于秋雨的怀抱。 两个情投意合的年轻人,一起谈笑风声,一起牵手相约。 于秋雨对李红的痴情,也感动了李红的父母,五年的相恋,迎来了两人的结合。 1979年,相恋了五年的两人,终于付出了婚姻的典堂。 温心甜静的生活,让这对新婚夫妻一度恩爱有加。 于秋雨在这段婚姻里,不仅迎来了他们爱情的结晶他们的女。 而,还孕育出了轰动一时的著作《文化苦旅》,文化苦旅的问世,少不了妻子的支持与帮助,对于一个不愿向命运低头的女人来说,跌倒了,总要咬着牙爬起来。 李红因为常理笑意不好主动离职,他又不甘想命运失福,独自一人到深圳闯天下,留丈夫在上海甄心创作。 然而,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丈夫的心,却不知什么时候跑去了别的女人那里。 1992年,李红在整理丈夫书桌时,发现了于秋雨写给马兰德的一封情意绵绵的信,脑子里轰隆一声,全是空白,让她如何接受这样的打击。 李红怎样也想不到十三年的婚姻会如此脆弱,一边对她一夫妻支撑,另一边却躺在小三怀里情意参眠。 这简直是不折不扣的伪君子,最终他们还是以离婚收场,半个青春的真心,始终抵不过心欢的温情。 渔秋雨与妻子马兰,早在1986年渔秋雨就认识了马兰,那时的马兰名气就被渔秋雨。 但,一次,有人送给了马兰一本渔秋雨的书,艺术创造工程,马兰被作者的文采所吸引,此后自己又买了多本渔秋雨的著作败读,也让马兰认识了当时已年近四十岁的渔秋雨。 马兰出生在安徽泰湖县一个艺术家庭,父亲从事黄梅戏舞媒身体工作,母亲是黄梅戏演员,从小受家庭艺术熏陶,培养了良好的艺术底蕴。 1989年,马兰凭借着电视剧《严凤英》,在艺术上取得极大成功,一跃成为中国最知名的黄梅戏演员。 自从知道渔秋雨之后,马兰就被这位作家的文字深深吸引,一次到上海解除妖指姓花村的机会,马兰冒昧的打电话邀请渔秋雨去观看,但是她自己却没有戏票,倒是渔秋雨说,我有啊,你要的话,我也可以给你几张。 两人因此便开始熟络起来,而刺激的渔秋雨,其实早就对马兰仰慕已久,这次的见面为他们之后的爱情,也埋下了种子。 渔秋雨马 那流着16岁的年龄超,虽说也算得上才子佳人,但两人的恋爱,依然在艺术圈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 马兰的名气不仅在国内,甚至海外都有很高的知名度,作为黄梅戏表演艺术家,她是国家一级演员。 那一定是战外在国内,也许离告。